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这个事情上热搜了 还有几个人把这个小女孩的照片也放到网上 具体就是在图书馆他们准备考研嘛 考研的时候隔壁的隔壁的一桌 有几个男生老是盯着他们看 特别是在他们离开教室去接水去卫生间的时候 也一直盯着他们看 而且这两个女生都可以互相证明 那男的经过他们座位的时候 眼光也是盯着他们身上看 所以说他们就觉得用眼神QG你了 对吧 我自己推测吧 你这个南京农业大学说实话 女生的比例比男的要多得多 大家可能不知道 她是一个文科院校为主的211大学 这女孩也重塑了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大体就是 好几天了嘛 连续盯着她 她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其实这种情况吧 这个男的也怂 你要想搭讪 你就大胆过去表白 对不对 像个流氓一样 那么一直猥琐的盯着人家 这么大的都是成年人嘛 你在国外这种事情就会被归类为这个心骚扰 你知道吧 如果在学校发生的话 就是完全可以报警 那么警察也可以 就是说警告这个 看他的人 你不要靠近他 因为你已经对他带来了这个严重的这个骚扰 是可以这样的 在国外 你知道吧 不是说咱们国内那种 你丑啥 丑你咋地 打起来 更不会像唐山烧烤店那样 对吧 搭讪摸人家 哇操 然后你妈比打个半死 那个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 那种人就是在国外肯定会判个重罪 不管你是不是黑社会性质的 但是国人这个法律是比较淡薄 对吧 这个男生也回应了 就是说他很感谢大家没有碰到知识分子骂人 或者泼妇骂劫 哎呀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看你咋说 如果你的眼光看女生的时候是这个一见钟情 或者说含情默默 但是对方不来电 那你还要继续看 哎呀 这咋说了 那你男生追女生不就是得死缠烂打吗 但是像他这样 你就是光用眼神去占便宜 也不敢向人家表白 对吧 不过看那女生长得也一般 也许是有点 有句话叫仇女多作怪吗 对吧 或许也是这种情况呢 也不知道我感觉这个男生可能就是调皮导弹 几个男生 大家也知道 大学生吧 就是在宿舍里经常聊的那些话题也是很污的 对吧 对吧